1月13号大盘收盘了 今天走得非常奇葩 四大指数虽然都收红 但是明显分化 而且科创版是收盘最后一点点时间 刚刚翻红 上证指数达到了3195点 那这个高点啊 是大盘权重股给堆出来的 而且看看权重指标股 首评40多家 没有一个是绿色的 都是红 这种情况下很少见 但事情就是这样 往往事出反常必有妖望 在这儿呢 我给大家带来三张图 第一张图大家看好 这个叫做上证指数图是下面 这个位置已经创了新高 那么这个位置呢是什么 这个叫做平均股价 平均股价 瞧瞧大盘呢 是这个样的走势 你放大一点看得很清晰 大盘在不断线上挑升的时候 可是平均股价是向下来的 最主要的是前两天和今天出现了分别 你看这一天来了一根平均股价的大跌 可是这一天的时候呢 指数并没有跌呀 那么为什么平均股价会跌呢 这里面就代表着一个观点 平均股价往往比大盘更真实 所以当这一段杀跌的时候 每天呢 虽然看上去都很均衡 但反应到大盘上就不一样了 看到没 平均股价的杀跌 是先于大盘调整 所以平均股价 能够代表一个未来的趋势 就是那里面已经产生了分歧 就像这儿 如果这个位置平均股价 未来再出现下跌的话 大盘无疑问也会跟着拐下来 就像这一段 瞧瞧这一段指数 好像是给这儿碎步小门跑 出现一根大阳线 但是平均股价提前这儿就开始向下大错 那么这个呢 能反映未来的一个趋势 这是第一张图 我们看第二个图 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不是上证指数 今天收盘价吗 那么我们看这个收盘价 要记住这个位置 现在快来到年了 下一周过年 那么到底是持股过节 还是持币过节呢 我们往前看 回看历史 这个位置 大家记住啊 前方这个高点是3226 这个高点无所谓 我们看哪个高点 再往前看 我们只是把这一段放大 你看这一段 这个位置出现序列高九 而且今天突破 突破了 来了一个光头的大阳线 大家看好 那这个位置 分化到底在哪产生呢 已经不是平均股价的问题 也已经不是说指数 跟指数之间的问题 今天你看上证指数 涨了这么多 可是科创板 在这那个一度 还是绿着呢 直至到尾盘的时候 被大盘全程股 怼了一下 才红 那么这个位置 我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上证指数 往此前看 看到哪 看到这一波 大家看 我给大家画了这个圈 来我们看好 放大 就是在这 这是什么 这是这几年来的最高点 单期三腰点 那么看好仔细啊 这个就是春节 大家瞧 这是春节的日子 2月8号 2月9号 然后2月10号 2月10号之后 出现了春节 2月18号过节 大家瞧 这个组合 跟现在有没有点像 序列高9之后呢 这个位置 出现了创新高 然后建了高点 而这个高点 是这几年来的高点 这天的日子 大家看好 2021年春节 能不能看明白一点事啊 这个位置创新高了 而且创的是两年的高点 那我们当下呢 现在是个啥情形 现在这不是这样吗 大家仔细现在看看 看 这不是这个位置 要创新高吗 而且 这个位置 此前这也有过高点 这又出现高点 那么再创新高 就是新 你咱们年前 这几天要是创出新高 如果我把这都秒了 那么没有疑问 这个位置 可能又是一个阶段性高点 这个位置 结论不能这么下 我们让大家看的呢 就是一个方法 在这儿 我们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个位置 出现高点之后 那么这一阶段 它都会出现下跌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位置 结后 或者是说 下周 我们现在不看结后 看的就是下周 大盘怎么走的问题 回看历史 我们就要小心点 还有一张图 给大家看 是这个 那么这张图 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高 在出现新高之后 而且这个位置 是产生一个 我们的专用软件 这是我专用的指标 这里面 啥意思 就代表着 未来虽然有上涨 但是这个位置 也需要一个 正规的调整 好 我们收回来 说到自己 最后最关键的位置 那么 依托 这是平均股价 这是上证指数 它们之间 已经出现了 背离的现象 就证明这个位置 要出现更大的分化 往往平均股价 会先于大盘 出现一个反应 这里已经出现了 一个反应 那么到这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加小心 另外跟我看这 今天成交量 一共就是 七千零二十多亿 大盘 涨了这么多 成交量没了 那么这代表啥 一旦上面 要是放量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 就是高点 对不对呢 这些都是技术分析 它不能作为 未来大盘上涨 和下跌的一个指引 我说了这么多 就强调一件事情 我只是做了 一个客观的表述 大家多拿出来 做参考 另外再说一个数据 就是北上资金 今天净流入 一百三十多个亿 在这种情况下 一百三十多个亿 都流入到哪了呢 喝酒 吃药 和白色家电 都是这些吗 不都是 也有别的 但今天主要的品种 就是喝酒 吃药 那么现在 我们看看 今年的走势 以上证指数为例 现在呢 就是这个状态 上证指数 虽然说 在这个位置 好像是 给这个位置 要见高 这不是 三二二六吗 要见高 因为今天 快到三千二百点了 那么距离三二二六 也就一步 极尺之遥 涨一个点 不就到吗 所以在这呢 我们考虑 这个位置 会不会出现一个 双头结构 如果出现双头结构 那么会不会产生 一个见顶信号呢 这个也不确定 那么我们说了 这么多不确定 下周大盘 到底怎么走 我们怎么应对呢 朋友们 古邦在周日 中午的时候 有一个策略会 讲的就是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到时候 策略会的主要内容 会以视频的形式 发到你的手机上 那么这个位置 我还要说两点 让大家跟我看 这里 就是今天涨跌幅加速 不一样了 昨天呢 还是下跌的较多 今天在尾盘 拉升的情况下 虽然上涨的是2500加 下跌的是2400加 虽然是上涨的多了 但是涨幅 看看没 超过百分之 给这里超过百分之三的 只有300多加 这很明显呢 是没有赚钱效应 那么我们怎么办 总结一句 大盘在这儿 已经出现了 多周期的一个异项 而且多周期出现了 高点序列 那么预示着 在这个位置呢 会有一个回调 这个我们就挪到 周日的策略会上来讲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可以加关注 到时候 你第一时间就能收盘到 另外呢 今天我汇报一下 我的操作 今天上午 我只做了一笔操作 就是做了一个 港股那边 横生的医疗方面的T加龄 下午没动 为什么没动 下午的时候呢 我看这对狂掌啊 是这一个上涨 大盘股和小盘股 又形成了开口 那么周一这个位置 如果说 大盘股 尤其是喝酒啊 吃药啊 这些东西 要是不再涨的 还包括券商啊 银行啊 要出现萎缩了 那么这个位置 大家可得多留个心下 好朋友们 我们周日中午 下周策略会 见